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一期我对于不利天王座的一个评测 非常感谢大家这两天对我的直播还有视频的一个鼎励支持 不利天王座的一个预购呀 马上就要结束了 比较要开始发售 我这两天呢也是收到同学们的私信问我是否应该入手这款游戏 所以呢我这个也是说一说我的一些观点嘛 然后最开始呢还是要事先说明一下 这个我的观点呢就是肯定是主观的 所以各位的看法呢很可能会和我不一样 当然呢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评价游戏它就跟这个点评菜一样嘛 就每个人的这个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个口味 然后每个人的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对这个游戏的看法也会各不相同 然后我个人呢因为经常玩这个罗马阿里一个网站 而且也玩了很多这种辟设游戏 所以我肯定会更多的来进行这些游戏的一个比较 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可能会和这个比如说玩战锤的玩家呢 就大相径庭 对此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求同存异吧 然后才拿我们评测中对你有用的一些这个分点 好然后也是能够最好能理性评论 然后我当然我这个初衷也是想帮助大家能够真正买到自己这个 真正喜欢的一个游戏 谢谢大家的一个包涵 我们接好安娜就进入正题 我们接好安娜就进入正题 好的那么这个布雷尖王座这个之前也是如之前所说啊最重要的座就是战役 所以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战役这边的一个状况 好先首先呢也是想说一下布雷尖王座 毕竟和前座的我觉得这个主要一个区别呢就是在于他这个给每个派系呢增加了一些独特的玩法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战层那边这个接见的经验嘛 毕竟罗马二之前呢实际上每个派系之间的玩法上是差不太多的 你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兵种和你这个70地点的一个区别 但是在这边呢这个布雷尖王座呢是可以看到他是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诺森布里 他是得到了就是有两个特殊的一个东西叫做这个Hill King就是我们的王 在这边呢可以看到他得到两个数字一个是维京之王英格兰和维京之王军队 然后你就是你需要在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外来的征服者 维京王这个维京人建立的王国呢 你需要维持这个布雷尖人和就是本土的这个昂格鲁撒克逊人和军队之间的一个平衡 我可以看到这边我是采取了一个先军政策嘛 这个我是这个更多的是这个偏袒于我的一个军队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我这个军队这边是获得了一定的加成 然后当然这边这个英格兰呢也没有特别得罪 这个减实实际上还是可以的 你看到这边这个减成呢还没有特别的明显 但是在你这个减的越多呢最后是会有更多的惩罚 比如说减民中这些问题 还有呢这一座的这个也是别的国家呢也有这个挺好的一些 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比较喜欢就是这个 英格兰诸国昂格尔萨克逊这边呢 他们是拥有一个庶民兵的这个就是体质 也就是在你这个就是会限制你的一个征兵的数量 假如你征兆这个征兆兵过多的话 实际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秩序减成的 而如果你只征兆这个数量很少呢 你这个农民兵会因为这个没有被征兆 而给你增加这个稳定稳定度 然后对所以说这一座的这个我觉得算是不错吧 这个就让每个每个派系的在战役里呢这个可玩性变高 之后我们也是说一下这个 也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现在的这个内政系统 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属于内政的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地方 就是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军队有一个我的将领这个叛乱还是内战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暴乱对最同一回合 我是这个国家那是同即爆发了一个那个叛乱 又爆发了一个将军的一个内战 我现在是受到了一个内战的影响 对所以这一座呢这个我感觉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这个加州树系统的回归 然后这个加州树系统呢也是我觉得比之前让我更投入一些吧 就主要是你要控制你的一个将军的一个出生度 以及他的一个影响力 就是他影响力过高的话会攻高震主影响力过低的话 因为他担任要职的话你的这个同事 他的同事们呢会因为这个你派了一个这个就是你偏袒一个亲信 他并没有什么本事去偏袒他让他担任要职 然后来降低他的忠诚等等等等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我也这个他看过直播就可以发现 我会花了很大的部分的时间呢来这个管理这个内政这边 之前在我打罗马二的这个直播里 基本上是看不到我进入这个界面了 然后对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之前啊也说一下之前这个一直在 他们一直在这个宣传这个封地系统啊 我觉得这个封地系统呢实际上啊 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意思 封地呢这个首先封地是给你加影响力的 可以看到这个我的这个国王本身的影响力 基本影响是三 我这个国王是个奴隶出身嘛 所以他本身的影响力很低 但是我通过保有五块封地呢 我是把我的这个影响力直接堆到九了 所以说这个是就是靠一个封地堆 然后你其他的这个将领呢 那个你因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重程度不高 比如说这个重程度啊 这个人因为领体领地低微 所以说他就会有重程度的这个下降直接减三 但是如果他比如说他是一个九的影响力的将军 我可能就不会给他一个领地 让他我直接采取一个收买他 然后把他重程度拉上来这样 对你就会做一些权衡 不过啊之前怎么说还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改动吧 还是挺有意义就是还是挺不错 这个想法只是他的实施的时候 感觉没有特别大的深度这个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就是你就都每回合 顶多多花半分钟来研究这个事情 你就看一下他的影响力 然后看一下他终胜度 然后你就给分块地 那你分哪块地把哪块地给谁 这些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不会像啊之前很多的这个朋友们 在我这个视频里说什么 就讨论的像王国风云一样 那个这个领主会带 会自管自己的领地啊等等 自制什么这些都没有 相比之下 相比王国风云肯定深度还是低很多的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啊 这也是全战这个 逐渐辟设计划化的一个不错的开始啊 我作为一个辟设玩家 我还是相当欢迎的 对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 对还有这个科技系统 科技系统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啊 这个就是加了一个你的这个解锁条件 你每一个科技 尤其是这个工程 你看到工程的话 你要打赢五场乘着战斗 你才能解锁工程技术 你才能造这个工程车 工程车在第三个 对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啊 就是你不能说中田直接种出来一个这个投石军 投石这个 投石车来 这个中不出来了 你必须打仗 才能打出这个投石车 然后内政这边呢 也是 所以说就是会让你在美 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加强了你的游戏的一个可玩性吧 就是在你美把开局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中田 你中田的话 你就因为这个征兆部队数量减少 你就这些科技根本就不会解锁 然后中田的话 你就会解锁一堆这个更好的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 还有这个加自己的将领的一个 加自己领袖的影响力和终成度的这些这个科技 保证你国家的一个平稳 假如说你上去就开始打打杀杀 你也可以尝试解锁一个军队的一个系列 比如说 而且你这个即使是打打杀杀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套路 比如说你可以走这个辅兵流 也可以走骑兵流 然后再下一把开把这个毛兵流的 这些都会在前期呢 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一个这个进程吧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 他现在就是现在的设置 实际上是你解锁了第一个科技之后 后面就不需要再有什么这个要求 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在中间再设一个卡 然后你前面是 等于是现在我是解锁了 因为我解锁了第一个接锁进站 你可以看到我就一直往上点 这个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东西 可以阻挡我这个往上点了 我觉得他在后面再设一个也比较好 不过他现在也是有一个就是 就是制衡你的地方吧 可以看到他是非常好的 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就等于说是一个半好半不好的科技 它是增加他的一个军队维护 增加你的这个建设维护费 然后解你建设的一个征造成本 所以我一直看到这个技能之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科技点了之后可能还不如不点 然后我就改变这个方向 我就改走这个方向 对所以这个也不错吧 我感觉这个就是不就是某种程度上取消了我之前的一个顾虑 我之前也是说这个你容易军队有这种这个多米诺骨牌 就是国家发展多米诺骨牌效应 因为你大国你可以一直增上部队 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的一个buff 然后小国你就根本养不起那么多部队 你就没有那些buff 但我可以看到这个在中间的一些科技呢 它设置了一些关卡 这些关卡实际上是一个可好可不好的 就是会限制一下大国的一定 就是当然也是很小程度了 就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一下大国的一个 就是科技的比较优势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讨论一下这个之前也是宣传时候做了很大手笔的这个事件术系统吧 这个事件术系统呢它分为两个部分 然后第一部分呢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事件术系统叫威尔斯弟兄 在这里呢是可以看到就是我这个是在过了 当时游戏是直播打了一爆 然后过了一个回合之后呢是突然这个跳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说是就是另外一个国家是可以看到是对于它这个黑色这个地方 这个黑色这个国家呢是这个可以选择吞并他们 或者说是选择这个联手对抗萨克逊 就等于是帮助他们来这个打独立战争 也可以选择征服他们或者是放过他们 对所以这种事件术呢在之前的这个罗马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罗马里的这个事件呢都是这种就是不痛不痒 什么啊你这个骆驼得病了 然后你这个什么你的商人这个被这个遭遇海灾了 这个海难了什么的这种这个不痛不痒类型的 或者说你这个像那个神祈祷 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就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程度上 影响你的一个整个的游戏进程呢 因为在这场比赛中这场这个战役中呢 我是没有和西萨克逊作战的 但假如说我在这里选择吞并这个国家 我就会直接导致和西萨克逊的这个战火 假如说我是选择联手对抗了 也会导致西萨克逊的战火 只不过这边是有了一个蒙果 如果选择征服或者放过呢 可能是就暂时可以这个 躲过和西萨克逊的一次这个作战吧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这也是非常大程度加大了一个游戏的可玩性 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次数的时候呢 或者说在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呢 获得不同的事件 然后再选择不同的一个选项 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增加了游戏的一个趣味性 这个感觉我这个作对比又拿跟辟设的比 这个辟设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欧陆风云里就经常会有这种事件 比如说你这个作为一个什么 就比如说你作为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卡斯蒂尔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和阿拉贡合并 或者选择这个别的一些选项这样 对就是非常不错 不过这个游戏里我玩到现在感觉这个选项 还是数量稍微少了一点吧 这个现在大概美国家有那么两三个这样子 然后威尔斯刚开始有一个这个联合对抗麦西亚 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可能后面还有一个这样子 然后我打的另外一个通关的国家的 玩通关也就那么两次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数量上还是可以再丰富的 不过这个是毕竟这个这一作也算是个小就是小作品吧 这是一百多块钱的这个售价 对所以可能以后的三国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一个事件数 这个我还是非常欢迎的 然后这个事件数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这个负面的事件数 那些人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国王死了 然后就会导致你的一个这个什么设政 就是你会有一个人来设政 然后或者说你的这个这个什么 你把太子这个推翻了 就会导致很多的这个将军这个造反等等 这种这个这个负面的这些事件数 他们也非常的有意思吧 这也是加大了一个游戏的难度 不过就是实际上假如说这个惠宝的老家呢 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作 实际上是避免这些负面事件数这个这是发生的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实际上这个负面事件数呢 就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用处了吧 这个就是聊胜于无这种感觉 就是你刚开始这个菜鸟的时候 可能会被那个东西坑一坑 然后但你这个会玩之后 你基本就不会遇到那些问题了 OK 那这个事件数呢 也就先说到这里 好 现在也是来讨论一下这个事物观 在这一作中的取消的 带来的一些这个影响吧 大家也是知道在这一作中呢 之前的这个全战的比如说事物观 比如说这个间谍百夫长和教室呢 实际上是全部都取消 说到 那首先说一下教室吧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作中呢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了文化或者宗教 这个属性了 就是你占领一块领地呢 它并没有一个 就是跟随它的一个文化或者是宗教 虽然说这个游戏中一言有宗教 就是你会有教堂嘛 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这个教堂 然后这个不同的国家呢 也会因为他们这个 皈依的一个或者信仰的一个宗教不一样吧 然后会有不同的教堂 比如说有这个本赌会的这个教堂 还有这个在阿尔兰有修道院 然后在维京这边就叫普通的一个教堂 但是这些教堂呢实际上是不会这个 它只是带来的是不停的 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属性 加成就是对不同的派系 但它除此以外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就是它不会说这个传不同的文化什么的 所以说这一座中的文化是完全不存在了 你的这些这个城市占领之后大部分的情况 大部分的时候也是不需要进行一个转建筑 只有很少这个建筑 比如说教堂 然后你的这个律法会场 以及可能还有一个这个巡逻队吧 可能是还需要转 其他的呢 基本上是可以这个照搬的 还有这个大厅 大厅的时候也需要转 除此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这个 就是可以这个直接全部接管的 然后这一点的话 这完全是看个人喜好 我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原来的这个文化或者宗教系统 这个 之前也是比较喜欢左摸那些不同的 比如说龙马中的阿尔充的 不同的神庙啊 以及他们带来一些这个家床 现在说神庙呢 基本上只有只有一条像 你看到教堂是只有一条像 就是多样性来说变得少了很多吧 然后之后呢 说一下间谍 间谍这在之前呢 主要是用来做一个侦查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如CA之前所说啊 现在这个视野呢 实际上是比原来要更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这边是一个和我孙战的国家 所以我他的视野是对我来说是 完全看不见的 这边看到的城市 我就在探出来的 可以看到我在这条战线上 我基本上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城市吧 或者说一个省份这个样子 我然后作为对比 可以看一下我军队的行动能力 对我大概军队的行动能力 这个两回合呢 也就到这个位置 而是一回合能到中间这个点 基本上就是我的军队的 我的这个视野呢 大概是军队行动能力的两倍这样子 就是比两位稍微小一点点 也就是说 理论上的话 你这个大部分情况下 你走的话 你是不会 你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再往前一个 就是敌人的一个 就是敌人下跪会走的距离 你基本上不大会被敌人袭击到 除非敌人在这个最远的一个原点 这样的话 他走过来是可以这个 袭击到你的 对 所以说 间谍的取消 作为这个侦查 这个方面 还是一个 毫无疑问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个人的话 觉得如果你间谍 这个放掉那些其他的技能的话 实际上我还是挺需要间谍 来进行一个提前的探路 我之前主要不喜欢是那个毒王 现在的话 就是没有毒王 这个问题了 也不会有这个担忧了 我取代之呢 也是有一些这个随从 会有一部分 继承了一部分的这个间谍的技能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淫游师 我们知道这个毒王 就是你之前放毒的话 实际上很大成功 它是减少对方的一个移动距离 这边的这个淫游师呢 我们可以看到升到顶级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有一个 敌军战役力图移动距离减20% 就是假如说你这个部队 住手在这个形成 那你这个敌人走过来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减20%的一个 移动速度的减乘 对 所以说 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功能呢 是逐渐的被各个随从 这随从呢 这个大部分都会 就是一定程度上替代了 之前的一个 这个事物观的特效吧 对 总体来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 现在这个系统 就是它还是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这个没法探视野和这个没有这个 取消了 取消了宗教文化吧 OK 那这个事物观呢 也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 现在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战役地图中设计的不好的一点吧 然后 之前在投票的时候呢 也是很多人 我发现很多人是想让我打这个维京派系中的维京海王派系 然后我当时也是 就是最终是最终决定是打了维京大军的这个诺森布林 没有打维京海王 这是一个主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它这个 就是你打海王 你要打海王嘛 你肯定得做海盗嘛 我觉得它这个海盗系统在这个战役中呢 它实际上设计的是不够完美的 这边呢 我这个水呢 就是一个维京海王的派系 是这个多伯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多伯林呢 我实际上这个是已经 对 爱尔兰维京已经改名为埃尔兰维京了 因为我已经获得这个短期王国胜利 然后之后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是和这个国家宣战了 然后我是想 我这边是有一支海军的 我这个海军呢 就是作为维京海盗 那肯定是上岸抢劫这些村庄了 因为 首先这个 这一座中 这个村庄 就是二级城镇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没有带 这种驻军呢 实际上是非常不错的 这比较符合历史 就历史上这个 伦敦那些村是没有这个驻军的 然后那样的 也是方便了维京海盗 这个上岸抢劫 维京海盗 我们知道实际上不是 什么大型的海军啊 不像这个罗马的什么这个 战舰这种 维京海盗 虽然就是个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海岛船 就是一个 一般就是几十人作为一个 这种这个小队进行这种洗劫任务 所以说 这个没有驻军 没有这种挤队兵的驻军 也适合我这种 这个小谷部队 你看到我这边只争了七个单位 小谷部队的一个这个洗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它这个地图设计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个村庄 这个村庄 这个村庄 和这个村庄 它设计的都离海岸非常的近 就给你一种这个 你海盗可以去抢他们的错觉 但实际上呢 这个你真的去点上去 你会发现这几个村庄 都并没有挨上海 然后你想登陆呢 你发现这边这个海岸啊 全都是不可登陆的 所以我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下了进攻时间 我就必须从这个 我的一个友方占领的一个港口上岸 然后再走过来 这边这些所有海岸都是不可登陆的 可以看到 这些都不可以登陆 这里也不可以登陆 这边也不可以登陆 这边也不可以登陆 这边也是要走过来 这边也不可以登陆 这个村庄 这个村庄是唯一一个 这个稍微好一点的 这边有一个这个小潜滩 是可以进行登陆 其他几个村庄完全都是 被这个周围的这个暗石啊 这个礁石什么的都保护住了 这边这个礁石也是不能用的 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挡住 用这个 就是这个潜滩 这个潜滩是被礁石挡住了 所以说 就是你抢劫的时候呢 就根本不可能做到啊 就是他其实当然了 他这个大型城镇实际上是临海的 你看到大型城镇 基本上这个你盖的海标这种 都是有这个临海的一个出海口的 也都是有港口的 但这些大型城镇呢 这个都是有驻军的 而在维京海盗 实际上历史上也是不会进攻 大型的这种这个 有城墙保护的城镇 他们都是会进攻这种 这个村庄来进行洗劫 所以历史上来讲 这点 我也是如果想打历史 就是按照历史来打的话 我这个维京海盗 到这里基本就凉了 我这个根本就抢不到钱 所以说你也可以看到 我最后打了半天 我打这个海王 你看我是初始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有这个小岛 你看我有去洗劫 这个布雷甸大陆 我根本没有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因为这边也是这个 南亚兰这边做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布雷甸这边也是完全一样的 这布雷甸这边呢 你看这个归内侧 有这么有三个村庄 看起来都是可以这个洗劫 但实际上它只有一个村庄 是沿岸的 另外两个村庄都是在 貌似可以登陆的 实际上并不能 这个进行袭击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边的这个也是 这边这个貌似可以用 这边有一个小浅滩 但实际上这浅滩全是被包围的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登陆 但这个地方是沼泽 你登陆上来呢 你要先过沼泽 然后进行一定的战损 然后你要再越过桥来 才能进行进攻 对所以说就是 对于海盗 对于海王来说的话 就不是一个很差的地方 但是当然你对 当然如果你玩的是 这个其他的这种文明派系 或者非海王的派系 那实际上对你是一个利好消息 那样的话就代表你很难 这些这个沼泽村庄被海盗袭击了 被敌人的一个舰队进行袭击 但是就是打海王的话 就会觉得比较的无聊 就是这个海 你的海盗船实际上 并不能发挥效果 而且我们就可以看到海盗 实际上在这个游戏里 还是他这个海船的移动距离 还是要比陆军要远很多的 看到陆军是只能走到 大概这么长 然后海军是可以走很远 对这个实际上 这就等于说 这个我可以看出来 CE还是很用心的 在这个海军的一个设计的 这个战役设计上来说 但是他还是有很多致命缺陷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然后之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就是远征队这个系统 然后这边有一个贡品性的 也是海王独有的 这个还不错 就是实际上是类似于反 就是等于说是把这个战争热情反过来了 就是你打得越好 你的这个贡品率总比就越高 你贡品率率越高 你就会越刺激你的一个商业 对这基本上就是一个 这是正面的战争热情版本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这个我会给大家带来 这个远征队这个的讨论 好 我现在是这个 阿富士终于攒到了50个这个远征点数 我们是终于是可以派出一个舰队 你看到这个派出舰队进行探险 这个之前我是以为是我得征捕一支舰队 然后怎样怎样 后来发现只要攒了够50个点数 你就可以激发这个 激活这个算什么这个机制吧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选择往哪个方向进行航行 然后这真的就是随便选择 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我上一次选的是东南方向 然后最后是 其实说起来挺奇怪 我选的是东南 然后这个从爱尔兰出发去东南 最后走到了这个英 不是去走到这个德国这个德雷斯顿 然后 之间你会有几个选项 要不就是什么 你要不要逆流而上 你要不要这个 去当和当年这个进行贸易 你要不要征服当地这些选项 所以这个怎么说的感觉 没有我之前想象出 这个探险的那种 这个进入式感觉吧 就是你真的是只是在 在做一堆这个单选题 然后选到最后 然后给你一个加成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海王的这个 海王这个派系系列的 这个 这个征服 探险 我觉得做的还是 没有 很有意思 他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个 怎么说更多的一个开发吧 这个深度还是不够 就很像 实际上你说和罗马里的那些什么 罗马帝国分裂里的那些什么 你是女王 你怎么教你儿子 这些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对 感觉深度还是不够 还是做的还是挺全战的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深 所以说海王系列也是 因为这个 我就觉得他就是 怎么说 他和围京大军的区别就非常小 然后他就基本等于是一个简单版的围京大军 围京大军的话 你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制 就是我们的王这个机制 你需要平衡不裂颠人和围京的关系 而这边你是取代之的是探险 远洋探险 实际上就完全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正面东西也没有什么难度 对 所以说就是一个简单版的围京 就是感觉没有增加更多的一个可玩性 就是仅仅是降低的难度 好的 接下来也是讨论一下很多人 这个一直关心的一个优化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一座的优化呢 实际上是和阿提拉呢 这个相比之下呢没有好太多 不过肯定上是肯定是有进步的 这个个人感觉玩起来要比阿提拉流畅一些 然后之后呢 我也是发现这个两个游戏中呢 都有这个benchmark 就是你可以跑一个类似于战斗一样的东西 然后让这个电脑来看一下 来记录一下它的FPS 可以看到这边是我这个跑的阿提拉的一个benchmark 这边是不雷电王座的一个benchmark 当然这两个就是不能够完全对比 这个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对比 因为两个游戏跑的一个战斗呢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就是平均FPS呢 在布雷电王座呢 要比阿提拉呢高13帧 对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是优化是肯定有的 但是有没有很多 就是并没有 基本上就是差不太多吧 就大家可以理解成比阿提拉 可没有比阿提拉差 但是比阿提拉好一点点有限 对这也是这一座的一个优化的一个事情 好 那么讨论完了这个战役的一些新的更新之后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 这一座中不那么用心的一个战术界面了吧 这个也是作为UP 也作为一个这个爱达网站 所以说之前也是非常对这个 就是战术界面的一些玩法什么的 比较感 就是比较关心吧 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实际上在这一座中呢 实际上是相比于说罗马2或者说战纯 然后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冰种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显著的下降吧 这个首先我们就先不说那些可能因为版本改变而不同 首先现在这个怎么说这个带盾牌的兵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变态的 就是你根本就打不过他 你的这攻击手数量是比原来是比步兵是要减一半 就是二分之一 然后你起兵的是这个三分之一左右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步兵的这个兵力多 然后这个攻击还射不死 这个开盾枪之后起兵也冲不烂 就现在不过这个平衡性问题以后可能这个很容易很好 就很好这个修改掉这个被西医官方 但是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西医官方我觉得以后是不大容易修改 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兵种多样性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两个国家 一边是诺森布里一边是多佛林 我们可以知道 首先是要这个说明的是这两个国家 它不是同一个文化类型 这等于它们是两个不同文化类型的 这边是诺森大 这个维京大军 这边是维京海王 这个在战役里是分属为两个派系的 就两两类的 就两个文化的 所以他们理论上来说这个兵种应该是差别非常大的 但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和这边是毛兵 剑士和吃土兵 这边是多佛林的毛兵 剑士和吃土兵 没看到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来说 这个价格啊等等 这些都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它唯一的区别呢 我观察了半天 就是多佛林能拥有突击奇变 就是远程奇变 而洛森布里的没有远程奇变 他洛森布里的相对是用一个 更强大的一个近战奇变 一个900块钱 这边是没有700块钱 但这边有一个700块钱 但这就是他们比较大的 能够看出来的这个区别 就除此以外的话 区别都是属于非常非常 怎么说就是很小的那种 就比如说这边防高一点 那边攻高一点这样的 差别非常小 而且这一座呢 实际上是把这个 我之前也是说了很多 比如说盾强这些东西 都全都变成了一个 就是以阵型的密度来区分 而不是使用技能 原来重装布兵是有强行阵的 现在是没有这种类似的阵型了 所以说呢你的这个步兵的打架呢 就是难度呢会显著的下降了 没有什么这个区别 就原来的话重步兵 你已经冲进去再开阵型 再怎样怎样怎样 现在的话这打架都是一样 就直接A进去 就是在网站的话 一个多阳性的下降 会导致你的这个玩法的 就是数量少很多 而且这个打不同国家的时候 区别也不是很大 另外这个现在感觉 这个就是怎么说 可操作性也变低了吧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 这个兵种的一个 就是不同兵种的 不同玩法 大家都是直接冲进去 没有什么区别 对 然后我想一想 还有什么 对 之后的话我们就是 对 还有就是 你比如说和罗马 罗马人家是有大象的 有冲锋起兵的 有战车的 这边可以看到 统统没有 统统没有 这边就只剩下 最原始的这种三元对抗了 就步兵 弓箭和骑兵 然后这边 为了避免 这个兵种数量太少 太难堪 还把这个标枪起 和弓箭手分开了 还有弩兵 这三个都是分开的 这个强行多凑出来几种兵 对 但基本上来说 没有什么大区别 对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海战吧 这个也是 你就是说 做不列颠王 做这个主角之一 是维京人 那海战肯定是 做得不错嘛 这实际上呢 并没有 我们看到海战 也是面临 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 这个 就是兵种 多样性的一个 严重下降 首先海战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都佛林 然后和这归内特 这个这边 一个是凯尔特的 一个国家 一边是维京的国家 可以看到区别 就是也是相当的少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海战现在是 没有工程 这个工程船 就是你没有投射机船 而且海战的时候 也没有撞脚了 这个是我已经 这个实战演示 这个测试过很多次了 你拿船撞边 是没有用的 你这个是海战 是没有撞脚了 所以说 现在这个海战的 这个层次 或者说深度 要比罗马二 还要再往下降 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 打台非常没有意思 基本就是 虽然说历史上 这个时期的海战 确实是这样 就是维京船船撞在一起 然后大家打接船战 没有什么的撞脚 或者说投射机 这些维京都没用过 但这确实很符合历史 但怎么说呢 就是乐趣就会下降很多 而且它海战 这个机制也挺奇怪的 看我直播的人就知道 就是经常你在船和船接船之后 你这个人跳不上去 就跳海了 反正现在海战特别玄学 基本上是玄学海战 没有什么基战术这种 可以严格依靠基战术 完全是看你运气这种感觉 所以海战个人感觉 也是CA在偷工减料一些 没有很大的一个创新 所以说总而言之 战术这边的话 也就工程还可以吹一吹 工程的话确实还不错 新的新作中的工程还不错 除此以外 基本上都是出现了 出现了一点点的倒退 好的 也是说了这么多的一个 关于这个做的 方方面面的一些 比较细节的一些评价之后 我也是说一下 我总体的一个感受 毫无疑问 就是我觉得这一作 战役方面的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也是如很多人所说 有这个屁事化的感觉 这次我还是非常欢迎的 我感觉至少我玩起来 我觉得战役要比原来不好 好啊很多 不过呢 依然有很多问题 就是这个他 比如说他这个改动 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这种 还是有一点点 试水做这种感觉吧 你没有一步 我觉得刚才CA可能也是觉得 不能一步到位 这个迈步太大 容易扯的 但其实他们也是 很多的改动 可以看到是非常细微的 没有很大程度上 影响一个游戏的玩法 但有一些改动 当然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总体来说战役方面 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大的一个进步 但是在战斗方面 我个人觉得是 出一个退步的感觉吧 除了工程战 有所进步以外 在其他的作战方面 仅仅是一个画质的优法 然后其他的这个作战机制等等 就没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突破 这个前面说的爆击 还有这个骑兵的一个刹车什么的 在我看来 就不是非常可以 怎么说这个可以 就是用来夸耀的吧 对 对 整体来说就是看大家 这个喜欢玩的是什么类型 如果大家喜欢玩 倒是网站呢 可能这一作呢 就个人觉得 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入手 就可能会 因为他的网法和网马 或者是阿其兰的这个 差别非常的小 也没有什么这个多的一个 提升级或者提升 而如果你玩的是战役呢 这个觉得 而且觉得这一时期的历史 比较感兴趣 还是比较推荐人家时期 弱马的 对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来这个最终选择 这个要不要入手 这一期的 这是这一作的游戏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